大家好 我是睡覺 今天我要來玩ROBLOX的BADWALLS藏戰 這個BADWALLS裡面有很多角色 之前買了BATTLE PASS 現在到50格 多划算 我現在玩的這個模式就是 首先中間會有一把轉劍 周圍會有十字路 鐵裝 皮夾裝 然後有鐵劍之類的 通常在中間都要用羊毛 所以通常我會掛了一個礦先衝中間 就不用在中途又回去買羊毛 那就會好些 這裡有人拿轉劍 當然要先打去 免得真的拿了 現在就拿了鐵裝 鐵劍 鋪用的KID就是這個靈魂刺客 這個靈魂刺客的能力就是 如果你打人夠多一下就會有一個靈魂 那你傳到的靈魂呢 有時候如果大家有看Youtube 可能有些人在很遠 射人用弓 如果你射到別人幾下就可以傳送到別人的地方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功能 那這個傳送了之後呢 就可以有這個什麼 速度加成 就是會比普通人跑得快一點 還有會有十五個武盾 就是十五個白色的血 就是那些武盾 那這個模式呢 其實我覺得都算好玩的 就是以普通來說 那如果我最喜歡的幾個模式 就是一個什麼forge forge 就是之前第八個賽季呢 可以做不同武器的 就是做不同武器的 或者是其他模式 其實普遍都不會說太差的 那你現在在玩什麼 講給大家聽 那現在 現在 我剛才看到一個人上去了 那我就打算去打他 但是因為不夠羊毛 所以就沒有出去了 那這個地圖特別的呢 就是因為它會有金 金呢 就是那個什麼 金就可以買保箱 或者買什麼 自己炸藥 然後有些是活血的 金呢 如果開保箱呢 都會有些資源有 都很多的 還有呢 還有呢 我覺得呢 都要有人教你才會玩的 因為之前呢 因為不久之前呢 他就出了一個什麼tutorial 就是教你怎麼玩 但是我覺得 他這樣教你呢 但是 這個bellish有很多skills 就是例如 你要怎麼用羊毛打架啊 什麼拿資源啊 之類的 他沒有特別教到 就是如果 如果 你身手來講 如果你進入遊戲 不想被人 虐殺的話 我覺得都幾難 就是在 沒有人教你的情況下 那這個我發現呢 自己都是D1都沒有啊 所以呢 就過去先拿了 那再現在 大家看到 畫面的上方 那個鑽石首位 就 spawn了 那個Diamond Guardian 那 打斷鑽石首位呢 都會有些鑽石可以拿的 那這個是鑽石島 那 就可以 如果你在 有些mode 就可以 那個什麼 可以叫什麼 侵佔你鑽石島 就是 在家裡呢 就會出些鑽石 給你 鑽石島 這是其中一個mode 我一直在看的時候 不如你再說一下 你的叔叔聽 其實這些是Bad Wars 就是有什麼不好玩呢 就是 如果我看的時候 首先一個畫面 就是比較原始 這些是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畫面 遊戲性 各樣 你們為什麼小朋友 很喜歡玩呢 因為它可以 就是 我知道是很快的一拳 20分鐘的一拳 是啊 那 就是 就是 可能打人 可能玩一些 就是 一拳 我覺得好玩就是 可能可以打人 拿資源 就是可以 可以打人 有些需要做戰略的 可以啊 有些拳牌的 是啊 那跟隊友合作的空間呢 其實 嗯 看一下 如果 你的隊友是廢到 就是 那麼考制都不會 幾級的 通常 我 通常沒什麼做就會 是 那 就是 買個 可能 它站在一些羊毛上 羊毛呢 就是我現在拿著這個粉紅色的 那 有一個道具 叫羊毛鉗 就是可以 挖出羊毛很快的 這樣挖的 那 那 如果 如果 站在羊毛上一直都不動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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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底下的羊毛挖了 就可以 把它跌落 因為 很快 什麼都做不到 就是 家裡霸佔著鐵 因為 這個 藍隊沒有人 所以就挖了一個 背包 背包 就是 床有多一條命 如果你挖了 隔壁的背包 就可以 鐵的燃圓 就會快些 剛才你弄出的羊毛 那磚是粉紅色 代表你是粉紅色 是啊 原來是這樣的 剛才那個藍色是因為 它是藍隊 哦 哦 那這個遊戲 如果你玩的是四人的話 有時候都有點不公平 因為 有時候隊友退了 那你沒有辦法 對吧 就是你隊友退了 那別人攻你 你都搜不到 但是有沒有說 這遊戲有沒有Ranking 有Ranking 可以打Rank 你現在一直都不是打Rank 我不 我不玩Rank 就是玩那個叫做 普通 普通 就是隨便玩 不是玩Rank Rank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不試一下呢 因為太厲害了 不是太 但是我覺得它是 普通比較厲害 如果不是為什麼要玩Rank 對 還有我 就是我喜歡輕鬆玩 輕鬆玩 我又不是算很厲害 對不對 就是 就是 還有那個什麼 現在這個 就是這個玩遊戲 很多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 很主要的就是羊毛 因為羊毛可以用來疊橋 就是打架的時候都很需要 因為可以用來疊高 疊高就是把自己的位置 自己弄到自己很高 好像有高處的優勢 對 我想問有沒有重貨的空間 重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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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貨爆改 我貨一萬元下去 那我買到什麼呢 沒有的 你 Skin 每個799石 799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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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每個KIT 399石 不是很多KIT 給你買的 799石 還可以買個Battle Pass 還有沒有很多KIT 給你買的 再買個Skin 其實我覺得 應該 即是沒有重貨的空間 即是沒有這個 我們玩皇室 玩荒野亂鬥 沒有 什麼Squad 它不是 即是沒有重貨 技術向多一點 嗯 不可以算是全部技術向 因為如果你買KIT 別人說你Pay to win 即是如果你 還有你可以 如果你想 玩好一點 重貨的話 你可以買Animation 動畫包 動畫包即是你怎麼走 即是你走路都可以買 即是走路 可能不知 不知怎樣 即是有些 怎樣跳 過場 是啊 帶到很無聊 是啊 即是人說有什麼優勢 即是還有還可以那個 那個什麼 嗯 那個可以什麼 防跌虛空之類的 那些東西 那我這裡呢 就用金買了兩個寶箱 這裡 首先呢 就開給大家看 你看到 有兩顆寶石 即是不會說很多 這裡有三個 插入桶 和這些回血的東西 那 到我後期呢 即是如果你不升 你不升 你那個 即是你的 Generator T1 T1幾個 其實你買不到 更高級的裝備 即是有時候 廢隊友的話呢 就會 是比較煩 如果你玩到7分鐘 那現在其實 現在呢 因為 其實 其他 隊的床 是被人滅了 而且藍隊 就是因為可能退了 所以 就比較拆了一張床 但是呢 之後 黃隊我沒有留意 可能是退了 還是怎樣 還是被人拆了床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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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玩四人呢 都有點煩 就是 有時候有些 有些 有時候 我們又懶得去搜床 即是 用一些羊毛 其他 例如什麼 黑曜石 石磚圍床 那你隊友又不做 那有 其實 有些 是movement kit 即是 可以 可以有些武器 去移動 移動得快一點 對呀 然後就用了brush 過來拆了這張床 但好像對於老人家來說 即是我們這些 你現在玩了多少 玩了差不多九分鐘 剛才又說 什麼 藍隊又退了 黃隊又退了 那你只是指不指 在那邊打著打著 即是唯一 即是你明白嗎 你們多時間 但對於我們來說 你好像是在做一些 白白做一些 現在打著打著 是啊 是啊 可能是這樣 有時候可能你 即是可能打了二十分鐘 到最後你都是輸的 那沒有所謂的 有時候都可以 那個什麼 拿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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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時候 你battle pass 都可以拿一些經驗值的位 即是 都可以升等 那有一個 就是黃色的 就是黃色的 就是回家 現在樓下這個人 就在做回家的動作 那這裡就是 有個靈魂 那我現在呢 就全腳拆他的床 你看 沒有補了 沒有了 那這個就 殺了他 那就是 這個就是大屠殺的場面 那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有補床 所以有時候就是 一開始幾分鐘 就這樣殺了他們 好 那今天就 差不多了 好啊 那我們今天就 大家聊聊 究竟這隻遊戲是玩什麼 好啊 這家小朋友都很流行 Bad Wars 是做做Roll Box 那希望 下次有機會再休息 跟大家講解多些 嗯 那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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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